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學問大 前進北海道 日本學問大 前進北海道 嘻哈 根據統計 前往北海道觀光的外國旅客中 台灣旅客所佔的比例是最高的 對台灣人來說 第一大物博的北海道 處處是驚喜 尤其是一望無際的自然景觀 更是許多旅人嚮往的夢幻美景 首先就跟我們一起前往 綠遊遊的廣闊農場放鬆一下吧 喂 多娜 妳的馬也太小了吧 我是迷你馬 迷你版的好不好 妳看 我這個是高壯威武 真的好高 我覺得馬力有點太大了吧 真的是滿大的 這輩子第一次看到這麼大隻耶 這匹熊壯的晚衣賽馬 可是有950公斤重 特派員的小馬是95公斤 相差了十倍之多耶 我坐在這上面啊 其實還滿晃的 雖然我這隻比較小隻 我這隻呢 感覺上有點像以前古代人家做花轎 好妖喔 四育園會拉著馬一起走 所以非常安全 大人小孩都能來享受 遊哉騎馬的樂趣 不過如果你以為只有這樣 就太小看這個農場了 這裡還能體驗不一樣的超速快感喔 嗨 好快喔 今天還滿好玩的 在北海道 這種體型巨大的晚衣馬 會參加晚衣賽馬活動 就像這樣 拖著鐵槍奔跑競賽 展現馬兒的速度和力量 好刺激喔 我沒有想到做這個都很誠心耶 除了刺激好玩的體驗活動 農場內還設有可愛動物區 可以讓遊客近距離的餵食 這些療癒到複形的超萌動物 來到角山農場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跟兔子做近距離的互動喔 對 我覺得牠們很保護動物耶 如果那個小朋友 比較不會抓兔子的話呢 你看牠至少有一個籃子裝著 兔子也可以保持這個安全感 覺得很安心這樣 這裡不只有超可愛的兔子 還有毛茸茸的綿羊 悠閒的胖嘟嘟豬 嗷嗷帶補的小羊寶寶 這麼多可愛的小動物 猛到都要融化了啦 不過農場內最吸睛的 莫過於動物界的人氣王 羊駝 這些羊駝有好幾種不同的 顏色和造型 難道是有請造型師 特別設計過的嗎 阿爾巴卡是大約25種類的色 這個小羊是屎萊君 這是Dream君和兄弟 學生遺伝的 突然那樣的色 就是阿爾巴卡的魅力 昨年阿爾巴卡跟Dream君 毛狩了 這是Hoodle Cut Hoodle Cut 看起來很可愛 羊駝其實是有點膽小 又充滿好奇心的動物 不過這裡的羊駝 因為從小受到 飼育員的細心照顧 所以很親近人 又很會撒嬌 像這隻很有個性的 帥羊駝Jack 好像特別喜歡 我們的特派員喔 謝謝 不過它似乎對健衡興趣缺缺 來 他完全不喜歡我 健衡 你真的還沒有羊駝圓耶 大概是因為 羊駝這不是男生 對特派員比較感興趣囉 既然得不到羊駝的喜愛 那就換個目標 來餵餵可愛的小羊吧 看健衡專注的餵著小羊 沒想到這時候 特派員竟然又遭受羊駝攻擊 你沒有 沒有啦 你不能喝啊 原來是另一隻羊駝SKY 也想跟特派員撒嬌啦 雙重享受 一邊餵小羊 一邊跟羊駝做 你好近 太近了吧 而且牠就這樣望著你 真情在相望 都不知道特派員 竟然是羊駝寵兒耶 大家都想靠近 你現在跟我熟了是不是 沒有 就在羊駝亂入的時候 小羊也迅速地把奶喝光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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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他們在喝的時候 心理有巧 就是很不顧一切的感覺 狂喜 對 看兩位臉上洋溢著滿足的笑容 就知道這裡的動物 有多麼了樂人心了 在農場讓身心都充分地放鬆之後 接下來要介紹 在北海道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的天王級伴手禮 是什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很有名 看見很多驚訝的倒退散步 想必這伴手禮天王 肯定是大有來頭 這家甜點老店創立於1933年 他們所賣的小點 都是使用百分之百北海道產的生乳製成 細緻的口味不只在地人喜愛 也深受外國觀光客的歡迎 話不多說 趕快來介紹前三名的人氣商品 第三名是草莓白巧克力 冷凍乾燥的微酸草莓 和白巧克力的香甜 簡直就是絕配 第二名是牛奶糖 裡面還有酥脆餅乾 和大豆顆粒的獨特風味 讓口感更豐富有層次 而萬眾矚目最有人氣的 第一名伴手禮就是他了 這間紙銀店內 這間紙銀店內 不僅有賣琳琅滿目的伴手禮 二樓還是有咖啡廳呢 來這個地方除了買伴手禮之外 你看這裡還有咖啡店 對 就是在二樓就會有一個咖啡店 那這裡有很多殖音店 才有的甜點喔 首先登場的是 這個有點像餅乾冰淇淋的起司蛋糕 這更快 那我們快吃吧 酥脆的可卡牙餅乾 搭配濃郁的起司蛋糕 不知道吃起來滋味如何呢 它的這個起司非常非常的濃 喜歡吃起司的朋友 應該會覺得這個真的是極品 吃完這個還不夠 接下來養香的甜點更讓人情願 這是火鍋蛋糕 對 火鍋蛋糕 對 沸騰濃郁 對 沸騰濃郁 對 沸騰濃郁 這個松明的厚度真是太有人了 加上大名鼎鼎的石上奶油 才淋上滿滿的楓糖漿 口水都要流出來了啦 它其實吃起來像蛋糕一樣 它後切的松餅 你看它這個厚度夠 然後它的整個松餅 會吸收飽滿剛才的楓糖 所以吃起來非常的好吃 加上這個奶油 那個味道很香 鬆軟綿綿的口感 加上甜蜜楓糖和香醇奶油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來這裡除了買伴手以外 別忘了上來二樓吃吃甜點喔 熱愛吃拉麵的觀眾朋友 有福了 從1999年開幕以來 就人氣超旺的這家 味噌拉麵專賣店 一天最多能賣出一千萬 到底是什麼好滋味 來好好品嘗一下 有一種特殊的味道 有一種特殊的味道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味噌的味道 就是跟一般我們吃的拉麵的味道 完全不一樣耶 這個湯頭是用豚骨和雞肉等食材 熬煮了十個小時 加上玄米味噌麥味噌白味噌 三種味噌調配成的特殊口味 搭配鮮甜蔬菜和台牙的粗麵條 口味清爽又富有深度 老闆大概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研發出這樣子的味道 兩年花了 這間拉麵店受歡迎的原因 不光是口味講究 就連營業時間都超福心的 在寒冷的冬天 如果你在半夜的時候 想要來吃一碗拉麵 這個拉麵店 這間拉麵店受歡迎的原因 不光是口味講究 就連營業時間都超福心的 在寒冷的冬天 如果你在半夜的時候 想要來吃一碗這個拉麵 也是有的喔 營業到凌晨四點 如果來札幌 不管玩到多晚都沒關係 就算在大半夜裡 也能來這裡品嘗一碗美味拉麵 你知道嗎 每次到北海道的札幌 我最想念的就是吃這個 成吉思汗烤肉 那是什麼 你不知道喔 我不知道 吃過啊 保證你難忘 這道讓健衡念念不忘的成吉思汗 指的就是烤羊肉 是使用中央隆起的圓形烤盤 將羊肉放在隆起的部分燒烤 肉汁和油汁會沿著溝槽往下流 肉的美味都流到四周的蔬菜中了 烤到三分熟的羊煎米雞肉片 再沾上提味的甜味醬和醬油 這畫面真是太讓人無法抗拒了啦 它的醬油不是很鹹 對啊 它都只是一點點的提味 你在吃的時候 那個肉的味道跟那個調味料 能夠有一點點的混合 吃起來非常的順口 而且咬起來的感覺非常好 真好吃 這就是我懷念的味道 除了一般常見的禮雞肉片之外 這家店還能吃到少見的羊肉部位喔 機會難得 那就來點個羊蛇試試看吧 在烤過的羊蛇上放上一點蔥 再擠上檸檬 增添了不一樣的風味 羊蛇的好吃就在於說 它的口感又不一樣 它比較有嚼勁 它比較Q 然後剛剛裡面的這個蔥鹽 就直接讓你在吃羊蛇的時候 就已經有調味 難怪不用沾任何沾醬 你不需要再沾任何的那個調味料 這蔥鹽羊蛇的美味 可是讓平常完全不敢吃羊肉的工作人員 都說讚呢 時髦的用餐空間 和傳統的陳吉思汗料理融合 將北海道的美味持續傳承 歡迎大家來品嘗看看 這道地風味 我搭檔不見耶 Cance 嗨 我在龍蝦這裡 快點過來 哇 你看 你有大螃蟹啊 對啊 來北海道怎麼能錯過大螃蟹呢 我最喜歡大螃蟹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場外市場 這個地方可是海鮮的大本營喔 來到雜晃中央批發市場的場外市場 愛吃海蠢的兩位 小心失心風 荷包失手喔 在北海道呢有三大螃蟹 哪三大呢 就是毛蟹 松葉蟹還有 雪場蟹 是 所以我們平常看到這個很大隻的這個 這個是雪場蟹 雪場蟹 最多的地方 就是 大螃蟹真是太誘人了啦 先和和特派園 接下來要去吃的當然就是 雪場蟹最多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這裡 當然 而且可以現點現吃喔 看看這整片都是螃蟹 在1949年創業的這間 老字號海產店 嚴選新鮮螃蟹任你挑 我們現在就來挑一隻吧 好 動手 起 你挑這麼大隻了 真的好大一隻喔 特派員 選這隻超大雪長蟹 也太犯規了吧 店員熟練的處理雪場蟹 再用大鍋水煮約二十分鐘 就可以上桌了 這隻雪場蟹也太大了吧 看看這橘紅的色澤 每隻蟹餃都超飽滿 光用看的就知道一定很好吃 せーの いただきます 好飽滿的蟹肉 很飽滿的蟹肉 而且呢 你有沒有覺得就是說 它都不用再加任何的調味料 對啊 就這樣就好了 對 那個海的鹹味 其實已經佈滿了整個 在那個肉的味道裡 真是太讓人羨慕了 這肥美的雪長蟹 用水煮就超美味耶 肉質鮮甜 完全不需要調味 看他們吃成這樣 大家是不是好想馬上飛到 北海道的場鮮呢 北海道這個地方什麼都大 除了大螃蟹之外 據說這裡還有一種超級巨大的高麗菜 搜尋石可重達10公斤以上呢 大螃蟹的大螃蟹 是10月下旬 到11月下旬 如果有機會的話 請來 真是太可惜了 拍攝小組來的不是時候 不過沒關係 現在正當季的西山哈密瓜 可被我們遇到囉 我真不懂為什麼 北海道的哈密瓜 可以這麼好吃 因為大部分哈密瓜一整顆是很昂貴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吃這樣一片 這家創業50年的老字號蔬果店 主要販售北海道的優質哈密瓜 入口即化的香甜果肉 真想要馬上咬一口 超級大魚 對 所以可以再來一片嗎 劍航 別忘了你還在錄影啊 店家要傳送我們 挑選哈密瓜的小秘訣囉 那麼 我們沒有燒熱 對 我們有燒熱 從這裏的麵包裡 我們有濃度 我們有濃度 然後我們會溫度 我們會溫度 然後我們會溫度 我們會溫度 然後我們會溫度 讓我們很細小 我們會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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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 以後知道該怎麼挑選 好吃的哈密瓜了吧 不管是豐富海鮮 还是新鲜蔬果 场外市场统统找得到 心动了吗 赶紧来这里吃个过瘾吧 复古的仓库街景 悠悠流过的运河 这里就是来北海道的 碧油景点小珍运河 大正时期建设完成的运河 过去作为北海道的玄关口 有许多贸易往来 沿着运河新建的古老仓库 造就了小珍独特的怀旧情调 来到这个地方你可以听到 就是很清脆的玻璃风铃的声音 这栋建筑物它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历史的建造物 它就是明治时代的仓库 所改建的一个玻璃工艺馆 创业于明治时期的北溢玻璃 是小珍玻璃的老字号名店 以制作煤油灯起家 这里还有一个特地用煤油灯 打造的魔幻空间 你仔细看 这每一盏灯都是煤油灯 然后在这个咖啡店里面 都是 这个气氛好好 为了要保持这么好的气氛 讲话要小声一点 对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如果大家想拍照的话 千万不能打闪光 这个咖啡厅 总共用了一百六十七盏煤油灯 每天开店同时 会有点灯仪式 由员工负责点上每一盏灯 就连在天花板上的吊灯也是如此 煤油灯透出的微微光线 让整个空间增添了奇幻氛围 仿佛进入了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接下来我们来好好逛逛玻璃店吧 据说店里有将近一万种原创玻璃艺品 展示精致的玻璃工艺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看到所有的设计 它全部都是原创的 而且它是比较和风感的设计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店长 他是如何去思考 每一季不同的橙色 这个和风馆内 有超过三千种的玻璃衣品 不知道最受欢迎的商品是什么呢 这里是新年鱼鱼系列 最新年鱼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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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真的 这么独具巧思的设计 熔灯人气第一名真是当之无愧 各种绚丽色彩的玻璃艺品 种类齐全 绝对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如果来到这里 记得多留一点时间好好逛喔 我们在小尊运河刚逛了这么久 好像有点累了 其实在小尊这个地方 有很多复古的咖啡店 对 我介绍你这一家 阿阿玛多 在昭和时代 1929年创业的老字号西点店 一走进位于二楼的咖啡厅 就像穿越时光隧道 红色地毯和绒布沙发的装潢 仿佛回到过去的日本 不过我们可爱的特派员 怎么好像觉得不太对劲 这位小哥可以请你 不要再看我了吗 我没有在看你啊 我就一直感受到有一个热烈的视线 哪有 是这家伙 是他 原来是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在盯着我们特派员啊 这里就是在小尊这一家咖啡店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表情蛋糕啦 这个蛋糕呢 制作出来之后呢 几乎每一个表情 就有一些微妙的不同 对啊 可以连我们这两个 长得都不一样喔 一般的水果蛋糕 是在上面加了一些水果 但是它把它做成可爱的表情符号 而且它后面还有巧克力 就是有双重的感受 对 除了这么有幽默感的蛋糕之外 这家店最特别的是 加了特殊好料的招牌红豆冰喔 两位吃得出来是什么口味吗 怎么是咸的 它有一点点咸味 我这个有酱油味 我知道 我这个应该是味噌 味噌的味道 你吃吃看 好搭 原来味噌跟冰淇淋是搭的 对不对 有没有味噌的味道 石胜大辣椰红豆 与北海道生产的牛奶 所制作出的冰淇淋 搭配特制酱油和味噌酱 竟然意外地素配 这么不可思议的口味 到底是怎么发想出来的呢 有一个店里 有一个味噌的酱油 有一个味噌 我看这一瞬间 我这一瞬间 我回家开发 味噌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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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是这个 这是最后的 最后的 最后的妻子 会有激烈的 是 非常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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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长和两位相谈甚欢 还透露自己也有在当地 主持广播节目 健衡可要好好切磋切磋 我看你这个 是 是 本部长 你也太厉害了吧 连模仿坤夫都这么微妙微笑 有这么亲切有趣的部长 难怪很多常客 每次来小尊 都会来这里报到 40年以上 对 那是以前的地方 是吗 对 那是以前的地方 是以前的地方 在地人挂宝镇的这家 复古咖啡厅 不妨来这里享受一下 旅程中的悠闲片刻 天色静静暗了下来 小尊运河旁一盏盏的煤油灯 也亮了起来 映衬着十造仓库的灯光 充满异国情调的氛围 整个街道呈现出和白天 截然不同的景色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美景 美食 美酒 统统有的北海道 千变万化的风貌 让人流连忘返 快与北海道相约 造仿这美丽的地方吧